11月12号中午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奥巴马联合举行记者会 习近平表示 香港占中式违法事件 支持特区政府依法处置 香港事务纯属是中国内政 外国不应该以任何方式干涉 而且我们还要保护我们外国公民和商业 一些企业在香港的合法权益 我想依法维持香港的治安 这个不仅在香港 在全世界各地都是应有之一 奥巴马称 美国在煽动香港的抗议活动 这些事情中没有任何参与 因为这些问题最终是由香港人民和中国人民决定的 新浪新闻视频为您报道 这就是的这个 manufacturers 这是这个亨贵的企业 这是一个公司的发行 这个说明我们的有多新闻 我们现在在公司的企业